苏友鹏被报已隐婚十年 取向沉迷的他曾以暗恋赵薇 林心如为挡箭牌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最近 大家又被吴奇龙与刘诗诗的神仙爱情 试了一大把狗粮 因为在综艺追星星的人中 刘诗诗深夜发消息给袁洪说 记得帮吴奇龙多带一件衣服预寒 因为吴奇龙怕冷 而且忘带羽绒服了 网友表示 又是被填到的一天 但吴奇龙绝对不是小虎队中 唯一拥有幸福生活的那一个 据爆料小帅虎陈志鹏也早已有了家事 早前他还发布过一张小孩子的照片 配文是我的基因太强大了 从时间来看 原来陈志鹏才是小虎队中最早的人生赢家 就只剩下乖乖虎苏友鹏的感情还没有着落 前段时间正值端午佳节 和家欢聚的时候 港媒却在此时突然爆料了苏友鹏已经隐婚十年的消息 而隐婚对象正是他的经纪人妹妹 据悉 这位经纪人也不是个简单的人物 家境殷实 长相不数明星的他身价高达四十亿 是个妥妥的白富美 虽然二人没有公开 但是在娱乐圈早已不是什么秘密 而且林心如也经常称呼他为嫂子 就在网友准备恭喜苏友鹏的时候 苏友鹏工作室却紧急发文辟谣 称吃瓜不如吃粽子 虽然打脸了那些造谣者 但是网友们却纷纷留言表示 这要是真的也不错 第一次希望绯闻成真 毕竟苏友鹏的年纪也不小了 是时候考虑一下终身大事了 虽然出道多年 但苏友鹏在感情方面的绯闻 却屈之可数 唯一承认过的女神就是赵薇了 而苏友鹏与赵薇没在一起 也成为了很多粉丝心中的一男品 作为古早的荧幕情侣 苏友鹏与赵薇曾多次合作 从最早的《还珠格格》 到《老房有喜》 再到《情深深与萌萌》 为此还要感谢穷瑶的搭线 两人才能相识 一个是天真活泼惹祸不断的小燕子 一个是专一深情无比包容的吴阿哥 两人充分还原了什么叫你在闹我在笑 如果说《还珠格格》 让二人产生了深厚的友谊 那《老房有喜》 就是将二人友谊升华的过程 拍摄结束后 苏友鹏还曾在采访中大方是爱赵薇 但是当时的赵薇已经有男朋友了 知道每次拍摄结束后 赵薇都会去找自己的男朋友 苏友鹏就会十分失落 所以 在拍摄《情深深与萌萌》时 苏友鹏主动将原本的角色舒缓 换成一心之爱如瓶的配角杜菲 为的就是与赵薇拉开距离 以防再次入戏太深 但是多年之后 苏友鹏对另一半的要求 还是双鱼座的女生 而赵薇恰恰就是双鱼座的 不论跟谁比较 她的理想型总是赵薇 而且不止一次在媒体前 向赵薇大方示爱 将她比作女神 坦言自己 一直对她动心 而性格豪爽的赵薇 对于二人的绯闻感情 也丝毫不避讳 两人还曾在镜头前大方接吻 但是 二人终究还是没能走到一起 关于这一点苏友鹏的的回答是 世事难料 随后 赵薇结婚 二人的绯闻也就戛然而止 但她又与归中密友林心如 定下了40岁之约 两人约定好 如果到40岁后 两人依旧单身就结婚共度余生 但是 林心如却没有遵守约定 在40岁那年 率先嫁给了霍建华 还迫不及待地生下了女儿 小海豚 被问到是否感到遗憾时 苏友鹏回答说 自己与林心如的关系 早就像家人一样了 相比较二人凑合在一起 苏友鹏当然更希望她能找到真爱 但此后苏友鹏的感情生活 却一片空白 随着年纪的增长 感情生活一直没有动静的苏友鹏 开始屡次被人怀疑 她的兴趣向问题 其实这也不是苏友鹏第一次被怀疑 早在2001年的时候 就传出苏友鹏 自愿献身刘德华的传闻 因为刘德华曾是巨资 为他在台湾的公司赎身 不过天王从来没有过这方面的绯闻 所以网友们也就没有当真 但是 之后的事情 可以说是苏友鹏一手将自己的取向 大白于天下 那就是著名的飞机门事件 早年 苏友鹏突然在微博上分享了一段 不可描述的链接 像是间接告诉了众人 自己的龙羊之痞 虽然之后解释自己被盗号了 但是网友们对于这个回答 也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随后 苏友鹏又被狗仔拍到 与猛男一起相约按摩店的新闻 这无疑是又为自己泼了一盆脏水 尽管每次东窗事发 后苏友鹏都会进行一番真诚的解释 但在很多人心里他已经悄悄出柜了 尤其是苏友鹏改变戏路 参演了风生中的阴柔无比的白小年之后 所饰演的角色就开始从小白脸向猛男硬汉靠拢 仿佛白小年这个角色帮他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不过 即使他在健身 练肌肉 大家对他印象最深刻的 还是扮演偏偏美少年时候的他 一时间 关于苏友鹏出柜的谣言已经变得路人皆知 唯有公布恋情才能不攻自破 唯一帮苏友鹏挽回声誉的 就是他与经纪人妹妹的绯闻 虽然双方都给予过否认 但两人的亲密举动还是给了很多暗示 比如拢腰 拍合照等亲密动作 近日被港媒爆出两人隐婚的事情后 也算是为苏友鹏推脱出轨传闻的有力证据 但是本人的快速辟谣又让网友的期待哭了空 难道他多年不婚的原因真的与取向有关吗 或许 只是缘分还没到 想当年在吴奇隆的婚礼上苏友鹏哭得最惨 想必他也十分渴望婚姻的到来吧 希望苏友鹏可以尽快遇到真爱 用爱情来打破所有的谣言